第五编 继承 第一章 遗产继承人 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条 遗产继承人 除配偶外 一左列顺续定之 一 直戏血亲悲亲属 二 父母 三 兄弟姐妹 四 祖父母 第一千一百三十九条 前条锁定第一顺序之计承人 以亲等进者为先 第一千一百四十条 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条 锁定第一顺序之计承人 有余计承开始前死亡或丧失计承权者 由其直戏血亲悲亲属代为计承其应计分 第一千一百四十一条 同一顺序之计承人有数人时 按人数平均计承 但法律令有规定者 不在此限 第一千一百四十二条 删除 第一千一百四十三条 删除 第一千一百四十四条 配偶有相互继承遗产之权 其应计分 一左列个款定之 一 与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条 锁定第一顺序之计承人同为计承时 其应计分与他计承人平均 二 与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条 锁定第二顺序或第三顺序之计承人同为计承时 其应计分为遗产两分之一 三 与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条 锁定第一顺序至第四顺序之计承人同为计承时 其应计分为遗产三分之二 四 无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条 锁定第一顺序至第四顺序之计承人时 其应计分为遗产全部 第一千一百四十五条 由左列各款情势之一者 丧失其继承权 一 故意致被继承人或应继承人于死或虽未至死因而受刑之宣告者 二 以诈欺或胁迫使被继承人为关于继承之遗嘱 或使其撤回或变根之者 三 以诈欺或胁迫妨害被继承人为关于继承之遗嘱 或妨害其撤回或变根之者 四 伪造 隐匿或因灭被继承人关于继承之遗嘱者 五 对于被继承人有重大之虐待或侮辱情势 经被继承人表示其不得继承者 前向第二款至第四款之规定 如今被继承人有数者 其继承权不丧失 第1146条 继承权被侵害者 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得请求回复之 前向回复请求全 自知其被侵害之时起 二年间不行使而消灭 自寄承开始时起于十年者一同 第二章 遗产之继承 第一节 效吏 第1147条 继承 因被继承人死亡而开始 第1148条 继承人自继承开始时 储本法另有规定外 承受被继承人财产上之一切权利 义务 但权利 义务专属于被继承人本身者 不在此线 继承人对于被继承人之债务 已因继承所得遗产为限 父亲常责任 第1148条 继承人在继承开始前二年内 从被继承人受有财产之赠予者 该财产是为其所得遗产 前项财产如以遗转或灭失 其价额 依赠与时之价值计算 第1149条 被继承人生前继续承养之人 应由亲属会以依其所受承养之程度及其他关系 着给遗产 第1150条 关于遗产管理 分割及执行遗嘱之费用 由遗产中支付之 但因继承人之过失而支付者 不在此线 第1151条 继承人有数人时 在分割遗产前 各继承人对于遗产全部为公同共有 第1152条 前条公同共有之遗产 得由继承人中互推一人管理之 第1153条 继承人对于被继承人之债务 以因继承所得遗产为限 负连责任 继承人相互兼对于被继承人之债务 除法律另有规定或另有约定外 按其应继分比例负担之 第2节 删除 第1154条 继承人对于被继承人之权利 义务 不因继承而消灭 第1155条 删除 第1156条 继承人于知悉其得继承之时 其三个月内开具以产清策臣报法院 前项三个月期间 法院因继承人之申请 认为必要时 得延展之 继承人有数人时 其中一人已依第一项开具以产清策臣报法院者 其他继承人视为以臣报 第1156之一条 债权人得向法院申请命继承人于三个月内提出遗产清策 法院于知悉债权人以诉访程序或非送程序向继承人请求清偿继承债务时 得依值全命继承人于三个月内提出遗产清策 前条第2项及第3项规定 于第1项及第2项情形 准用之 第1157条 继承人依前二条规定承报法院时 法院应依公式催告程序公告 命被继承人之债权人于一定期限内报名其债权 前项一定期限 不得在三个月以下 第1158条 继承人在前条锁定之一定期限内 不得对于被继承人之任何债权人偿还债务 第1159条 在第1157条锁定之一定期限借满后 继承人对于在该一定期限内报名之债权及继承人所已知之债权 均因均应按其数额 比例计算 以遗产分别偿还 但不得害极有优先权人之利益 继承人对于继承开始时未借清长期之债权 亦应依第1项规定予以清偿 前项未借清长期之债权 于既承开始时 视为已到齐 其无利息者 其债权额应扣除自第1157条锁定之一定期限界满时起至到其实指之法定利息 第1160条 继承人非依前条规定偿还债务后 不得对受遗赠人交付遗赠 第1161条 继承人违反第1158条至第1160条之规定 指被继承人之债权权人受有损害者 应付赔偿之责 前项受有损害之人 对于不当受领之债权人或受遗赠人 得请求返还其不当受领之数额 继承人对于不当受领之债权人或受遗赠人 不得请求返还其不当受领之数额 第11162条 被继承人之债权人 不于第1157条所定之一定期限内报名其债权 而又为继承人所不知者 仅得救胜于遗产 行使其权利 第1162之一条 继承人为依第1156条 第11156条之一开 具遗产清策臣报法院者 对于被继承人债权人之全部债权 仍应按其数额 比例计算 以遗产分别偿还 但不得害极有优先权人之利益 前项继承人 非依前项规定偿还债务后 不得对受遗赠人交付遗赠 继承人对于继承开始时未借清长期之债权 亦应依第一项规定予以清偿 前项未借清长期之债权 亦计承开始时 视为已到齐 其无利息者 其债权额应扣除自清长时起至到其实指之法定利息 第11162-2条 继承人违反第11162条之一规定者 被继承人之债权人得就应受清长而未受长之部分 对该继承人行使权利 继承人对于前项债权人应受清长而未受长部分之清长责任 不以所得遗产为限 但继承人唯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 不在此限 继承人违反第11162条之一规定 只被继承人之债权人受有损害者 亦应付赔偿之责 前项受有损害之人 对于不当受领之债权人或受遗赠人 得请求返还其不当受领之数额 旧承人对于不当受领之债权人或受遗赠人 不得请求返还其不当受领之数额 第11163条 继承人中有下列各款情势之一者 不得主张第1148条第二项锁定之利益 1. 隐医遗遗产情节重大 2. 在遗产清策为须伪之记载情节重大 3. 意图诈害被继承人之债权人之权利而为遗产之处分 3. 第三节 遗产之分割 第11164条 继承人得随时请求分割遗产 3. 但法律令有规定或契约令有定定者 不在此限 3. 第11165条 被继承人之遗嘱 定有分割遗产之方法 或托他人待定者 从其所定 4. 遗嘱禁止遗产之分割者 其禁止之效力以十年为限 5. 第11166条 胎儿为继承人时 非保留其应继分 他继承人不得分割遗产 5. 胎儿关于遗产之分割 以其母为代理人 5. 第1167条 删除 5. 第11168条 遗产分割后 各继承人按其所得部分 对于他继承人因分割而得之遗产 赋予出卖人同意之担保责任 5. 第11169条 遗产分割后 各继承人按其所得部分 对于他继承人因分割而得之债权 6. 就遗产分割时债务人之支付能力 负担保之则 7. 前向债权 付有停止条件或未借清偿其者 各继承人就应清偿时债务人之支付能力 负担保之则 7. 第1170条 依前二条规定负担保则任之继承人中 有无支付能力不能偿还其分担额者 其不能偿还之部分 由有请求权之继承人与他继承人 按其所得部分比例分担之 但其不能偿还 系由有请求权人之过失所致者 不得对于他继承人请求分担 第1171条 遗产分割后 其未清偿之辈继承人之债务 已归一定之人承受 或化归各继承人分担 如经债权人同意者 各继承人免除连带责任 继承人 自遗产分割时起 如债权清长期在遗产分割后者 自清长期届满时起 经过五年而免除 第1172条 继承人中如对于被继承人附有债务者 于已产分割时 应按其债务数额 由该继承人之应继分内扣还 第1173条 继承人中有在继承开始前因结婚 分居或营业 已从被继承人受有财产之赠予者 应将该赠予价额加入继承开始时 被继承人所有之财产中 为应继遗产 但被继承人于赠予时 有反对之意思表示者 不在此线 前向赠予价额 应于遗产分割时 由该继承人之应继分中扣除 赠予价额 依赠予时之价值计算 第四节 继承之抛弃 第1174条 继承人得抛弃其继承权 前向抛弃 应于知悉其得继承之时 其三个月内 以书面向法院为之 抛弃继承后 应以书面通知因其抛弃而应为继承之人 但不能通知者 不在此线 第1175条 继承之抛弃 诉及于继承开始时发生效力 第1176条 第1138条 锁定第一顺序之继承人中 有抛弃继承权者 其应继分归属于其他同为继承之人 第二顺序至第四顺序之继承人中 有抛弃继承权者 其应继分归属于其他同一顺序之继承人 与配偶同为继承之同一顺序继承人均抛弃继承权 而无后顺序之继承人时 其应继分归属于配偶 配偶抛弃继承权者 其应继分归属于与其同为继承之人 第一顺序之继承人 其亲等进者均抛弃继承权时 由次亲等之直戏属亲卑亲属继承 先顺序继承人均抛弃其继承权时 由次顺序之继承人继承 其次顺序继承人有无不明或第四顺序之继承人均抛弃其继承权者 准用关于无人承认继承之规定 因他人抛弃继承而因为继承之人 为抛弃继承时 应于知悉其得继承之日期三个月内为之 第1176之一条 抛弃继承权者 就其所管理之遗产 于其他继承人或遗产管理人开始管理前 应于处理自己事务为同意之注意 继续管理之 第五节 无人承认之继承 第1177条 继承开始时 继承人之有无不明者 由亲属会议于一个月内选定遗产管理人 并将继承开始及选定遗产管理人之事由 向法院报名 第1178条 亲属会议依前条规定为报名后 法院应依公式催告程序 定六个月以上之期限 公告继承人 命其于期限内承认继承 无亲属会议或亲属会议为于前条锁定期限内选定遗产管理人者 利害关系人或检察官 得申请法院选任遗产管理人 并由法院依前项规定为公式催告 第1178之一条 继承开始时继承人之有无不明者 在遗产管理人选定前 法院得因利害关系人或检察官之申请 为保存遗产之必要处置 第1179条 遗产管理人之职务如左 1.编制遗产清策 2.为保存遗产必要之处置 3.申请法院依公式催告程序 限定一年以上之期间 公告被继承人之债权人及受遗赠人 命其于该期间内报名债权及为愿受遗赠与否之声明 被继承人之债权人及受遗赠人为管理人所已知者 应分别通知之 4.清偿债权或交付遗赠物 5.有继承人承认继承或遗产归属国库时 为遗产之遗交 前项第一款锁定之遗产清策 管理人应于就职后三个月内编制之 第四款锁定债权之清偿 应先于遗赠物之交付 为清偿债权或交付遗赠物之必要 管理人经亲属会议之同意 得变卖遗产 第1180条 遗产管理人 因亲属会议 被继承人之债权人或受遗赠人之请求 应报告或说明遗产之状况 第1181条 遗产管理人非于第1179条 第一项第三款锁定期间借满后 不得对被继承人之任何债权人或受遗赠人 偿还债务或交付遗赠物 第1182条 被继承人之债权人或受遗赠人 不于第1179条 第一项第三款锁定期间内为报名或声明者 仅得救渗于遗产 行使其权利 第1183条 遗产管理人得请求报酬 其数额由法院按其与被继承人之关系 管理事务之反检及其他情形 就遗产着定之 必要时得命声请人先为垫付 第1184条 第1178条 锁定之期限内 有继承人承认继承时 遗产管理人在继承人承认继承前所为之职务上行为 视为继承人之代理 第1185条 第1178条 锁定之期限界满 无继承人承认继承时 其已产于清偿债权并交付遗赠物后 如有剩余 归属国库 第三章 遗嘱 第一节 通则 第1186条 无行为能力人 不得为遗嘱 限制行为能力人 无需经法定代理人之允许 得为遗嘱 但未满十六岁者 不得为遗嘱 第1187条 以主人于不违反关于特留分规定之范围内 得以遗嘱自由处分遗产 第1188条 第1145条 丧失继承权之规定 于受遗赠人准用之 第二节 方式 第1189条 遗嘱应依佐猎方式之一为之 一 自书遗嘱 二 公正遗嘱 三 密封遗嘱 四 代笔遗嘱 五 口受遗嘱 第一千一百九十条 自书遗嘱者 应自书遗嘱全文 即明年 月 日 并亲自签名 如有增减 土改 应注明增减 土改之处所及自数 另行签名 第一千一百九十一条 公正遗嘱 应指定二人以上之 见证人 在公正人前口诉遗嘱一旨 由公正人笔记 宣读 讲解 经以主人认可后 即明年 月 日 由公正人 见证人即以主人同行签名 以主人不能签名者 由公正人将其事由记名 使案指印代之 前向所定公正人之职务 在无公正人之地 得由法院书记官行之 侨民在中华民国领事 驻在地为遗嘱时 得由领事行之 第一千一百九十二条 密封遗嘱 应于遗嘱上签名后 将其密封 于封逢处签名 指定二人以上之 见证人 向公正人提出 臣诉其为自己之遗嘱 如非本人自写 并臣诉善写人之姓名 住所 由公正人于封面记名 该遗嘱提出之年 月 日即以主人所为之臣诉 与遗嘱人及见证人 同行签名 前条第二项之规定 于前项情形准用之 第一千一百九十三条 密封遗嘱 不具备前条锁定之方式 而具备第一千一百九十条 锁定自书遗嘱之方式者 有自书遗嘱之效力 第一千一百九十四条 代笔遗嘱 由遗嘱人指定三人以上之见证人 由遗嘱人口诉遗嘱一指 使见证人中之一人笔记 宣读 讲解 经遗嘱人认可后 即明年 月 日即代笔人之姓名 由见证人全体及遗嘱人同行签名 遗嘱人不能签名者 应按指印代之 第一千一百九十五条 遗嘱人因生命危及或其他特殊情形 不能依其他方式为遗嘱者 得依左列方式之一为口受遗嘱 一 由遗嘱人指定二人以上之见证人 并口受遗嘱一指 由见证人中之一人 将该遗嘱一指 据时做成笔记 并记明年 月 日 与其他见证人同行签名 二 由遗嘱人指定二人以上之见证人 并口受遗嘱一指 遗嘱人姓名 即年 月 日 由见证人全体口诉遗嘱之为真正即见证人姓名 全部予以录音 将录音代当场密封 并记明年 月 日 由见证人全体在封逢处同行签名 第1196条 口受遗嘱 自遗嘱人能依其他方式为遗嘱之时起 经过三个月而施其效力 第1197条 口受遗嘱 因由见证人中之一人或利害关系人 于为遗嘱人死亡后三个月内 提经亲属会议认定其真伪 对于亲属会议之认定如有意义 得申请法院判定之 第1198条 下列之人 不得为以主见证人 1. 未成年人 2. 受监护或辅助宣告之人 3. 继承人 3. 继承人及其配偶或其直系血亲 4. 受遗赠人及其配偶或其直系血亲 5. 为公正人或代行公正职务人之 同居人助理人或受雇人 第三节 效力 第1199条 遗嘱自以主人死亡时发生效力 第11200条 遗嘱锁定遗赠 富有停止条件者 自条件成就时 发生效力 第1201条 受遗赠人于遗嘱发生效力前死亡者 其遗赠不生效力 第1202条 遗嘱人以一定之财产为遗赠 而其财产在继承开始时 有一部分不属于遗产者 其一部分遗赠为无效 全部不属于遗产者 其全部遗赠为无效 但遗嘱主令有意思表示者 从其意思 第1203条 遗嘱人因遗赠物灭失 毁损 变造 或丧失物之占有 而对于他人取得权力时 推定以其权力为遗赠 因遗赠物与他物复合或混合 而对于所复合或混合之物 取得权力时一同 第1204条 以遗产之使用 收益为遗赠 而遗嘱未定返还其限 并不能依遗赠之性 指定其其限者 以受遗赠人之终身为其限 第1205条 遗赠富有义务者 受遗赠人以其所受利益违宪 负履行之责 第1206条 受遗赠人在遗嘱人死亡后 得抛弃遗赠 遗赠之抛弃 诉及遗嘱人死亡时发生效力 第1207条 继承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 得定相当期限 请求受遗赠人于其限内 为承认遗赠 于否之表示 期限届满 尚无表示者 是为承认遗赠 第1208条 遗赠无效或抛弃时 其遗赠之财产 仍属于遗产 第1209条 遗嘱人得以遗嘱指定遗嘱执行人 或委托他人指定之 受前向委托者 应及指定遗嘱执行人 并通知继承人 第1211条 未成年人 受监护或辅助宣告之人 不得为遗嘱执行人 第1211条 遗嘱未指定遗嘱执行人 并未委托他人指定者 得由亲属会议选定之 不能由亲属会议选定时 得由利害官系人 申请法院指定之 第1211条 除以主人令有指定外 遗嘱执行人 就其职务之执行 得请求相当之报酬 其数额由继承人 与遗嘱执行人 协议定之 不能协议时 由法院着定之 第1212条 遗嘱保管人之有 既承开使之四十时 应即将遗嘱交付遗嘱执行人 并以示当方法通知 以知之继承人 无以主执行人者 应通知以知之继承人 债权人 受遗赠人 及其他利害官系人 无保管人 而由继承人发现遗嘱者 一同 第1213条 有封兼之遗嘱 非在亲属会议当场 或法院公正处 不得开示 前向遗嘱开示时 应至做记录 记明遗嘱之风 兼有无回损情形 或其他特别情事 并由在场之人 同行签名 第1214条 遗嘱执行人就职后 与遗嘱有关之财产 如有编制清策之必要时 应及编制遗产清策 交付继承人 第1215条 遗嘱执行人 有管理遗产 并未执行 上必要行为之职务 遗嘱执行人 因前向职务所为之行为 视为继承人之代理 第1216条 既成人于遗嘱执行人 执行职务中 不得处分 与遗嘱有关之遗产 并不得妨碍 其职务之执行 第1217条 遗嘱执行人 有数人时 其执行职务 已过半数觉知 但以主令 有意思表示者 从其意思 第1218条 遗嘱执行人 待于执行职务 或有其他重大事由时 利害关系人 得请求亲属会议改选他人 其有法院指定者 得申请法院另行指定 第5节 撤回 第1219条 遗嘱人得随时 依依依主之方式 撤回遗嘱之全部或一部 第11220条 前后遗嘱有相抵触者 其抵触之部分 前遗嘱视为撤回 第1211条 遗嘱人于为遗嘱后 所为之行 为与遗嘱有相抵触者 其抵触部分 遗嘱视为撤回 第11222条 遗嘱人故意破毁 或屠消遗嘱 或在遗嘱上寄 明废弃之一死者 其遗嘱视为撤回 第6节 特留分 第1223条 继承人之特留分 依左列各款之规定 1. 直戏血亲背亲属之特留分 为其应计分 为其应计分两分之一 2. 父母之特留分 为其应计分两分之一 3. 配偶之特留分 为其应计分两分之一 4. 兄弟姐妹之特留分 为其应计分三分之一 5. 祖父母之特留分 为其应计分三分之一 第1224条 第1224条 特留分 由依第1173条 算定之应计财产中 除去债务额算定之 第1225条 应得特留分之人 如因被继承人 所为之遗赠 至其应得之数不足者 得按其不足之数 由遗赠财产扣减之 受遗赠人有数人时 应按其所得遗赠 价额比例扣减